市訪可能推薦一些跟今天周期 以及最近被人熱故的概念沒有什麼相關 再加上有政客扶持的板塊 有政客扶持很明顯是跟中華新能源相關的一類板塊 尤其是新能源的下入所謂的電廠或電企 其實趨勢就很明顯了 很多傳統的電企 即現在看到中國電力或華洋體或大廠 都會未來著力發展一些新能源 其中發展最積極的可能是華洋電力和中國電力這兩間 中國電力2380本身都有很多新能源或新能源的發電項目 即是包括水電、風電和一些光伏的發電 因為它之前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在大約三個半這些位置 它公佈了一個重組 這個重組一開始被人解讀就可能輕易負面 因為重組的原因就是它會將其他新能源業務 注入了一間A股的上市公司 所以它會有急電的 然後它會持有急電可能超過50%的股權 未來可能新能源的一些發展紅海就會放在急電 然後香港港股這間A股上市公司 就會作為一間控股公司 因為通常你控股就會有一個折樣產生 所以大家對於它重組的 在一時間的反應就可能非常負面 所以上個星期出現了急電 急電去到這些位置大概三元左右 似乎就跌定了 還有很多的一些重組細節就開始重臺 然後大家發覺 其實因為中國電力的資產 即新能源業的資產就比較多 所以注入吉電的話 就可能持股比例 其實有機會增加到五成或六成甚至更加高 那你的持股比例增加的話 其實你所擁有的控股的折樣 相對來說就會降低 即是中國電力本身的價值會有一個提升的空間 再加上中國電力本身的股值是挺便宜的 因為我們見到一些新能源的電廠 即是6月一樣 其實PBook在交易是兩倍以上 而現在中國電力的PBook是0.7倍而已 即是它有一個挺大的提升空間 而第一步 其實回到上一倍的PBook 應該都是稍為合理的 所以現價位再低一點 大概三元左右可以是一個 即是中線少少賣人的機會 那短線看的目標價 就可能上回之前的三個半這些位置 但長線少少的話 其實我認為三個月至半年左右的時間程度 其實有機會上回四個月之類的這些位置 解釋一下 給大家看 加速鉄道 再加速電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